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工作 先前辛苦拍摄的作品陆续上映 时装喜剧 古装黄眉调到武侠动作 不顾用心 票房声势不坠 这一年 他也终于兑现造访台湾的承诺 纯粹的参访与游历行程 却因来了一个礼拜并了五天而缩减 1968年12月 那地停工数月后再度重返摄影棚 街拍文艺片《雾》 女儿明明入读家附近的玛丽诺幼稚园大班 新购入的公寓也装潢妥当 眼看一切即将迈入新阶段 不料12月27日却传出 乐蒂在自宅昏迷 香消玉允的噩耗 那年的她只有31岁 拍了几部五刀弄剑的古装武侠片 疲惫不堪的乐蒂决心退影江湖 同时表明希望饰演教女性化的角色 经过数月的修养 她接下国泰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时装文艺片 《雾与翠湖春段》 先开拍的《雾》是邀请自意大利深造电影返台的刘方刚担任导演 乐蒂将《雾》视为电影事业的新起点 她在片中饰演一位与丈夫感情不睦 与前男友旧情复燃的少妇 带有冲突性的人设 令总扮演正派纯情角色的乐蒂非常期待 12月下旬 乐蒂前往公司拍摄《雾》定装照 导演刘方刚曾善意叮嘱她 看上去太瘦了 希望能养胖些 乐蒂展露笑容表示 会遵照导演的意思 找医生打针 使自己胖起来 言谈间都是希望把《雾》演好的期许 1968年12月27日 《雾》正式开进的前两日 下午两点 乐蒂在九龙太子盗宇 国泰总经理于普庆的大女儿见面 谈了一会儿 乐蒂就向于小姐表示 要去精英公司看哥哥雷正 下午三点 雷正刚好在公司 她与妹妹谈到拍电影的事 气氛融洽 乐蒂自述九位拍戏 想到即将进入摄影场 觉得既高兴又忐忑 不久她向雷正表示身体有点不舒服 想早点回家休息 平日步行可达的短路 她选择招计程车代劳 回到家 乐蒂对女佣说感到很疲倦 直接走进卧房休息 女佣称乐蒂习惯上午到外面走走 有时打保龄球 中午回来跟女儿吃午饭 饭后休息一会儿 三点睡午觉 大约一个钟头后起床 然而27日这天 乐蒂睡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见起床 到了傍晚四点半 女佣敲门但屋内没有反应 她推门查看 发现乐蒂手脚冰冷 气息急促并陷入昏迷 女佣马上通知雷正 她则立即打电话报案 由警方招来救护车 将乐蒂送往九龙伊丽莎白医院 道院时间为傍晚5点50分 经过紧急诊断 才准备进行急救 却在25分钟后的6点15分 宣告不止 乐蒂的死讯立即轰动港台 媒体不断揣测她 揍事的原因 不少报道有意将其倒向自杀 例如传言房内 发现两个新开启的安眠药空瓶 新居风水不好 莫许有的绯闻 投资失利亏损 近日行机反常 情绪异常低落 甚至在圣诞夜见到已是固有灵黛等 但与乐蒂往来密切的亲朋好友 诸如二哥西仲晴 三哥雷震 好友袁秋风 于普庆等 均不认同这些寒沙摄影的说法 将自杀说斥为无稽 亲友认为乐蒂常年受失眠症困扰 有服用安眠药入睡的习惯 这次可能不小心过量 致使心脏病猝发去世 此外 乐蒂近日正为芯片忙碌 心情兴奋期待 经济情况与事业前途都称顺遂 至于和陈后的婚姻挫折 根据乐蒂近情的言行观察 都已显示对婚变不存芥蒂 最痛苦的状态已过 实在找不到寻短的理由 不仅如此 乐蒂非常疼爱女儿 生活都以她为中心 不可能抛下年仅八岁的冥冥 最终香港警方以心脏病发结案 认定乐蒂并非自杀的主要理由 在与她最近的情况很好 生活充满希望 加上见识人员搜遍卧室 也找不到类似遗书的枝字片语 不过 官方说法不可能满足八卦小报的揣测 记者列举所谓疑点 不错过任何炒作的机会 雷震整日奔波处理妹妹的身后事 她的声音沙哑 两眼布满血丝 情绪悲痛 雷震受访时 状况欠佳 说起妹妹难掩神伤 乐蒂当时显得轻松愉快 在公司里谈笑 将近半个小时才离开 谁想得到 她这去就再看不到她了 30日上午 乐蒂在九龙殡仪馆大炼 11点一至 太子道圣乐萨天主教堂 完成天主教仪式后 安葬于长沙湾天主教坟场 1968年的最后几日 港台报章杂志都是乐蒂离世的消息 出病时 十位隐星隐灵 十位导演扶救 隐星为 林波 赵磊 张阳 蓉蓉 李玲玲 丁宁 江洪 陈青 欧家慧 迪娜等 八女二男 导演则是 李汉祥 袁秋风 岳峰 刘方刚 王天玲 一文 陶琴 涂光琪 唐皇 罗真 等十人 大批影迷 沿街致哀 女儿明明在 舅舅陪伴下 送别母亲 说到明明 雷震表示 她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后 先是哭了一阵 虽然惊人一哄 也就好了 但过一会儿 又眼眶红红的找妈妈 身边的大人 见到此景 只能强装镇定安慰 明明的眼泪 让人揪心 相信也是 令乐帝最舍不得的人间未了情 以影迷的角度 乐帝的确是 独一无二的存在 不只外形 也在一以贯之的 坦白与坚强 对电影真心付出 对工作的自我要求极高 看乐帝在太极门里 扮盲剑侠 从遭恶人半倒时的无助 到施展听声变味的帅气 背后努力不言可遇 当然认真的演员不只有她 但影迷就是这样 不需问原因 也不需有理由 对我而言 乐帝就是独一无二的美好 心目中最最喜欢的偶像 翻阅乐帝过世的报道 一时间有种回到过去的错觉 遗憾的是 她的早逝结局无法更改 如同梁山博与注音台 是不可逆的悲剧 报道里详尽叙述的细微末节 反倒引来更真实的感伤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